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装备的一款水冷式重机枪非常引人注目 对于当时工业基础孱弱的中国而言 它是极少数可以自产的步兵重型支援火力 它在中国军民的抗战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每次出场都能给予日军重大杀伤 它就是中国的马克星机枪,名二次水冷式重机枪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星机枪了 这张历史照片中的人物是清朝时期中国驻英公使公兆院 右边第一人就是马克星 1888年,精灵机器制造局就成功仿制出了马克星单管重机枪 该枪被称作赛电枪,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代重机枪 不过,由于马克星机枪制造工艺复杂,而且弹药消耗量大 因此赛电枪并没有大规模生产 直到1905年,在见识到了日俄战争中重机枪的巨大威力后 清政府这才认识到机枪的重要性 于是,清政府向德国订购了144艇马克星水冷式重机枪 马克星机枪这才开始逐步装备到中国军队当中 彼时的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落后 仿制机枪的产量极低,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中国军阀各显神通,把当时世界上各种机枪都几乎买了个遍 这些万国造的机枪性能各异,口径不同 对于中国的整体国防实力而言,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逐渐膨胀 因此,中国对于统一国内军工产品生产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而重机枪的选型则处于最优先的地位 鉴于当时中国和德国贸易往来密切,中德贸易互补性很强 中国用乌砂、猛砂等战略性原材料以及农产品换取德国包括武器在内的工业品 尤其是在1934年8月2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锡与德国核布楼公司 在卢商古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以及工业品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后 中德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确定引进德国MG08水冷式中机枪作为中国军队的制式武器 并于同年底从德国获取了MG08的全套设计图纸和模板 交由精灵兵工厂负责生产 1935年,仿制成功的机枪走向了精灵兵工厂的生产线 该枪被命名为24年式79马克性重机枪,简称明24重机枪 精灵兵工厂在仿制MG08的过程中 也参考了其他国家马克性机枪的设计经验 对MG08原型枪进行了优化改进 其外观最明显的不同就是采用了德国1916型三脚架 这款脚架构造十分精巧,重量也较轻 同时,这款脚架还为机枪最容易损坏的零件 枪机和枪管设置了非常实用的收纳空间 设计师还研发了专用的对空射击脚架与表尺 必要时可作为高射机枪使用 这些设计都是MG08重机枪所没有的 明二四式重机枪,全枪长1200毫米 枪管长721毫米,全枪重49公斤 发射与中正式步枪相同的7.92×57毫米 毛色步枪弹,子弹分为重尖头弹和轻尖头弹两种 采用250发织物弹带弓弹 重尖头弹的枪口出速度为770米每秒 轻尖头弹枪口出速度为870米每秒 有效射程2500米,最大射程3500米 理论射速480-600发每分钟 战斗射速250-300发每分钟 明二四的量产可以说是正当其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 火炮、坦克、飞机等重型装备基本不能自产 因此明二四作为中国军队迎联机步兵的支援火力 其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 明二四在和日本的92式重机枪的较量中 丝毫不落下风 在战产上给清华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 日军将明二四式重机枪称为来自中国的噩梦和死亡镰刀 由于此前中国的局部冲突都属于技术含量较低的战斗 因此中国军队在战术和阵地构筑上都不尽合理 当对阵在武器装备体系上占有巨大优势的日军时 威力巨大的明二四就成为了日军的重点打击目标 因此损失惨重 作战经验丰富的日军使用制弹筒和92式步兵炮 能快速锁定并打掉明二四重机枪阵地 在松户会战期间 中国军队一个式的37艇明二四重机枪 就被日军炮火打掉了34艇 南京与上海之间的国防攻势 机枪射击口过大 日军的炮弹甚至可以直接射入 因此明二四机枪常常在射击完一条250发弹带后 就立刻转移阵地 但是笨重的水冷式重机枪搬运起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为了避免金陵兵工厂落入敌手 在1937年11月 金陵兵工厂决定向重庆大后方转移 并更命为兵工署第21兵工厂 在1938年 21厂就恢复了生产 当年共生产了1060艇明二四 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21厂还对明二四进行了进一步优化改进 实现了重要零件和枪管互换 改进后的明二四于1944年11月开始投产 在整个抗战期间 金陵兵工厂共生产了超过2万艇明二四 对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21厂还进行了更进一步改进 将明二四由水冷式改为了气冷式 可以通过快速更换枪管实现持续射击 21厂研制出了更加轻便且稳固的三脚架 全枪重量由49公斤下降至31.75公斤 新枪被命名为明国36年式马克兴气冷式重机枪 简称明三六重机枪 1948年9月明三六首批式生产了50艇 最终其总产量在1500艇左右 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都大量装备了明二四机枪 在著名的孟良谷战役中 国民党七十四师被围困在土石山上 由于极度缺水 水冷式重机枪的缺点暴露无遗 七十四师装备的明二四和博拉宁M1917都不能持续射击 在缺乏机枪火力支援的情况下 七十四师最终被解放军全监 在抗米援朝战争初期 明二四仍然是支援军步兵连队的重要支援火力 但是由于水冷式重机枪固有的缺点 笨重的明二四很容易被美军炮火覆盖 而朝鲜多散的地形导致补充冷却水非常困难 因此很快明二四就被苏质沃利诺夫SG-43重机枪所替代 退役后的明二四转交给民兵部队使用了很长时间 在1950至1960年代 有相当数量的明二四被援助给了越南 明二四这款被引进后可以自产的重机枪 非常符合中国国情 作为那弹真容岁月的标志性武器 它的辉煌征战历程勇为后世所铭记 未经萝 meaning 最后 finding 未经萝ưỡ会 未经萝 Regular 始亚